所以說今天最大的消息就是說 車用半導體全部被調價 包含MOSFIT還有電源管理ICMCU 全部都大跌價 所以今天盤中 大部分的車用半導體都跌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中國的補貼 基本上補貼13年 現在拿掉了 拿掉了沒有補貼了 沒有補貼怎麼辦呢 基本上現在就開始怎麼樣 只好大家降價 反而不是漲價 沒有補貼了還降價就是 因為怕大家不買 那沒有補貼我就已經少補貼了 再降價他們就流血歌喉戰 對 所以說阿關你知道 為什麼說他要回過來砍 台灣這些原件的價格 我就降價在賣了 所以你台灣的原件價格 你就給我降價 所以今天主要大部分原件 在降這個 可是大家知道 台灣你如果要買什麼 賣賣BNW 買奔馳買賓士 是不是要很貴 你看在中國 你看賣得最好 BNW一台13萬 是3萬人民幣 那右邊的大家看到右上角 這個叫奔馳C級 就跟我們講的C200 這現在下來最好開的 台灣只200萬 中國你看30萬 30萬人民幣就買得到了 所以被稱為叫自殺價格戰 對 所以這個自殺價格戰 其實很誇張 而且不只是這樣 這邊是什麼 自己降價對不對 我們看到包含你說在 東風汽車跟湖北省 東風汽車有出了 跟學鐵融合作 台灣以前有現在沒有了 一台20幾萬的車居然 補貼補貼9萬 所以必須要跟我們補貼起來 有沒有 補貼起來可能10萬左右而已 它是降價在補貼 這還沒看到補貼 現在19萬再補貼9萬 所以差不多 所以學鐵融只要10萬塊 只要10萬塊 所以全部缺 而且是在湖北 我看我們的觀眾朋友 看到這個表 就是想說好想去大陸買車 對 乾杯家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因為他們 超級便宜 這邊是怎麼樣 新能車先怎麼樣 大家知道特斯拉在中國 現在一台大概25萬人民幣左右 它已經降三次 所以壓縮到這些電動車的市場 然後這邊燃油車再降 所以他們是怎麼樣 流血成河 在互相在殺價 好 但我們回來講電動車 因為電動車才是未來的戰場 電動車現在輸贏的關鍵是 誰有關鍵原料 對 所以我們剛才講了 我們剛才講什麼MOSFET MCU 唯一有一個叫做IGBT 也就簡單來說它知道 什麼東西 簡單來說 我告訴大家 MOSFET它是怎麼樣 它是低電壓 給手機用的比較多 可是IGBT是高電壓的什麼 我們說電源管理的一個心臟 所以電源管理的心臟 比方說來 我們來看下一頁 電源管理的心臟它是怎麼樣 電子電力系統 如果你要衝得快 跑得快 我一定要有高電壓 那你看看 左上左上 所以它是電子電力的CPU 對 而且這個CPU 還不只這麼簡單 你說如果簡單的CPU 右下角那個MOSFET 處理你手機就夠了 可是你看那個什麼 子彈列車 新能車 太陽能 全部都要用到IGBT 因為上面什麼 是有非常大的電壓 所以這個缺貨 現在缺貨 不是現在缺貨 從去年缺到現在 我們看到那個新聞對不對 漢磊說缺貨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 但是關鍵元件是誰 是安森美拿到的 所以如果看一下 安森美的股票你就知道 安森美股票根本沒有跌 今年還創新高 所以大家說 現在半導體都很差 沒有 是家用的差 可是車用裡面 如果是關鍵元件 其實大家要留意 包含安森美就說了 你看安森美說缺貨 右邊誰說 茂迪耶這個業證刑 不是價格多貴 是根本買不到 那IGBT台灣誰在做 其實基本上漢聯也有做 強貿也有做 貿系也有做 所以今天幾乎一片 都是比較 IGBT就往上漲 那剛才講的 MOSFIT就往下 就非常的明顯 第二個當然要搶鋁對不對 因為它是電池最重要的關鍵 據說現在馬斯克說 如果我只要搶到鋁礦 我有做電池的鋁礦廠 那就像印鈔票一樣 就是一個印鈔機 對 大家如果先看 鋁礦的這個供給量 基本上到現在真的不夠用 到2023年 搞不好還要再增加一倍 所以現在馬斯克怎麼樣 他現在只做一件事情 之前我們說他去印尼搶鋁礦 現在要幹嘛 要去搶鋁礦 而且搶鋁礦大家知道 整個鋁礦最大就怎麼樣 整個全球最大其實是在中國 所以他中國現在搶不到了 對不對 搶完你也現在搶鋁 搶鋁 然後中國搶不到 所以大家看到搶去自立搶 所以自立這邊是怎麼樣 南美三國裡面 這個鋁礦最多的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就怎麼樣 基本上包含 中國天啟鋁業也都去搶 那智利有一家叫SQM 叫做智利化工 他說這樣好了 來 你馬斯克如果來怎麼樣 大家都來搶這個鋁礦 但是鋁礦如果在那邊 他叫做鋁岩 但有一個地方就叫 亞他加馬的這個沙漠的鋁岩 這在智利嗎 在智利 大家在笑對不對 結果他怎麼樣 非常難開採 所以現在大家怎麼樣 拼命的要這邊去插旗 那這個插旗大家就有想 這個是沙漠 那沙漠旁邊有 沙漠有鋁礦 沙漠 然後旁邊有一個鹽田 這是大沙漠 旁邊有一個鹽田 類似我們台南 不知道說的鹽田 但它是鋁鹽田 像我們七股鹽田 對 在中國叫做鹽湖體鋁 它是說在鹽田上面 它有鋁礦 然後它要去晒乾 提煉出鋁原料 所以現在搶完鋁 搶完鋁 接下來的大戰 就會從原物料來走 所以我認為馬斯克 所以說他們還要像晒鹽 這樣去晒它的 對 就是晒 晒乾了之後 把上面的結晶鹽跟結晶鋁 拿出來過濾 然後才能做鋁的原料 那智力是全球第二 所以第一名是 產量最多是在中國 但是第二名是在智力 中國當然是被中國拿去了 對 所以說現在馬斯克 沒有辦法 只好往南美去